中华民国从1949到现在为止 有六位第一夫人 有三位是默默无闻 三位是比较有名的 第一个是所谓蒋夫人 第二个是吴淑貞 第三个就是周美琴 当然他们的时空背景不一样 所以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但是一般来说 蒋夫人是一直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还是在某一个角度来看 她是不错的第一夫人 吴淑貞刚开始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她丧失掉了 弄到现在是焦头烂额了 周美琴从去年的520到现在 我们必须说 她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好 至于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参与政治 我觉得要好好的思考 因为家里面有马英九做总统 已经够了 她第一夫人的角色能够办好 因为有很多是总统不便于办 或者是没有时间办的 像慈善事业 公益事业等等 已经够多了 假如周美琴能够在这方面多所作力的话 我觉得对马英九也好 对我们国家社会多好 好 一心 在美国有几位第一夫人是受到质疑或者批评的 包括雷根总统的兰西 另外还有Hillary 甚至Hillary她也对政治做了太多的投入 比较受到尊崇的就是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我想她在对慈善事业 对于很多罗斯福总统一理万机 没共去做的事情 正好如同大师所说的 我想周美琴是可以去投入的 她当然也要扮演第一夫人角色 但同时也可以扮演自己 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扮演自己 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但是瑕不焉喻 大多数来讲 得到他们两个这一对还是蛮好的 就算有一些花边新闻也没有关系